哎,这个小六怎么还不来啊,我都等他老半天了 萌萌,你,你来了 小六啊,你终于来了 你叫我来什么事啊 萌萌,你看咱们两个也谈那么长时间了,是吧 我呢,想带你见见我父母 见父母啊 我,还是别去了 我怕你父母不同意我们俩 怎么会不同意呢 你放心吧 我妈很好相处的,也很好说话 你就放心吧 到时候你少说话,我多说话,行吗 那行吧,咱走吧 好,走 萌萌,到家了 妈 妈 儿子回来了 来,妈,坐 妈,这是我女朋友 她叫萌萌 萌萌呀 阿姨好 萌萌,小六不但跟我说,你人长得漂亮,性言也好,可会疼人了,这一件果然如此 萌萌,阿姨,你说什么呢,你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好呀 萌萌,你和小六,你们两个谈多长时间了呀 妈,我们两个谈的快两年了 妈,这次回来,我们就想跟你说要结婚的事情 结婚,结婚,结婚好事啊 是啊,妈,你看 你定个日子吧,我 就把她去接门 行,那萌萌 你家还有什么人呀 我家 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女儿 哦,还有个女儿啊 萌萌,你这心里的真好呀 你看,这么年轻啊,就领养一个孩子了 你真有爱心呀 阿姨,那孩子不是领养的 是我自己的 我和我前夫离婚了 然后女儿啊,就跟着我了 妈,这萌萌,这我孩子也是心爱的 实在前夫不是人 但是关孩子没有什么事啊 什么 还是个爱婚啊 还带个女儿 不行,妈,不同意 妈,你怎么能不同意呢 是他前夫不是人,又不是他 再者说,这孩子也是无辜的 我不管 我就要和萌萌结婚 这件事就管不了 儿子,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不管呢 你是我儿子 我是你妈 我不管 不管怎么说啊 儿子,你不能找个爱婚啊 要说你长得也不错 工作也好 你什么样都不能找啊 妈,你懂什么 萌萌,萌萌,她可救了我的命啊 什么 儿子,你怎么没给我说过呀 没跟你说 是怕你担心 妈,你知道吗 当初我在宫廷上摔伤 是萌萌 她不嫌弃我 照顾了我好几个月啊 你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照顾你儿子好几个月啊 而且啊 她还不嫌弃我 后来我才知道 她和她前夫离了婚 她前夫不要她了 还有她孩子 妈 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还能在乎她二婚不二婚吗 妈 你还是像以前那个思想吗 就不对了 儿子 妈知道错了 萌萌 等哪天 把你爸妈叫过来 我们啊 讲个面 给你们把婚事给定下来 行吗 行啊 阿姨 你能这样想 我真的很开心 萌萌 你给小六 你们两个过得好就行 以后结过婚啊 把你女儿带过来 放心吧 阿姨啊 会把她当成亲生孙女一样带她 知道吗 萌萌 萌萌 你看我爸同意了 同意了就好啊 是啊 谢谢你阿姨 谢什么啊 萌萌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 阿姨啊 刚才错了 错怪你了 你啊 别给阿姨计较 知道了吗 说什么呢 阿姨 我怎么会和你计较呢 哎 行啊妈 别说了 你看这天也晚了 要不咱回屋说吧 行 走 萌萌 走 小六 你最近忙不忙 你陪我去逛街吧 萌萌 你也知道 这工地上 事比较多 我 一时间 也抽不出来空 要不然 你就自己去吧 要买什么 你跟我说一声 钱不够了 也跟我说 行吗 小六 你工作再忙 你也不能这样 我逛街又不是去买衣服的 我是给孩子买的 你看 这孩子快出生了 这 幼儿用品啊 都没背齐呢 什么衣服啊 奶瓶啊 要不是 我都没买呢 小六 你就陪我去吧 我也知道 你怀着运 去买东西 也不方便 但是 我工地上 真的离不开人啊 万一 老板 老板把我开除了 这孩子出生以后 这钱 从哪来啊 是不是 那行吧 小六 那我自己去算了 行 你去的时候 路上要小心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好 那我去上班了 你去吧 路上慢点 好 哎呀 这总算买齐了 哎 真是累死我了 逛了一天的街 我让小六陪我 他也不陪 哎呀 我进屋 歇会儿吧 这 这不是萌萌买的 小孩的用品吗 喂 喂 大脸啊 喂 小六啊 楼有点不太舒服 能不能 带我去趟医院啊 啊 这不舒服啊 行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找你 那你快点来吧 啊 行 我知道了 这 我给孩子买的东西呢 这 这难道是家里进小偷了吗 我 我明明放在这了呢 难道是小六回来了 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喂 小六 哎 萌萌 怎么了 小六啊 咱家里好像进贼了 我今天啊 去逛街 给 所以咱孩子买婴儿又便宜了 可是 不见了 是不是 家里进贼了 什么 不见了 这 这我也不知道啊 萌萌 我现在 还在工地上干活呢 知道吧 等一会就来检查了 你再找找吧 说不定辣在哪个地方了 我 我先挂了哈 你 小六怎么这个样子呀 我明明放在这了呢 他刚才说话 怎么那么着急呀 再说了 这都什么点了 什么 他应该没再上班啊 不行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得去找找家去 萌萌 你慢点 萌萌 小六 你 你给我个解释 解释 我有什么好解释的 既然你都看到了 我也就不瞒你了 大连 你先回家吧 这东西你拿着 你先回去吧 行 萌萌 既然你看到了 我也不瞒你了 你知道大连 他老公小高吧 小高 我 我知道呀 那不是意外去世了吗 意外去世 那是永远我 当时 我干活的时候 没有注意啊 上面 一块战斗掉下来了 要不是小高救我 我怎么可能会活到现在呢 小高 唯一的骨肉 萌萌 你应该理解啊 我照顾他 也是 出去一片感恩呀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不是怕你多想吗 我怕你生气啊 我多想 你不告诉我 我也会多想 你告诉我了 我还是会多想呀 你真是太傻了 你就不应该瞒着我 你要告诉我 萌萌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瞒着你的 那什么 你放心 我以后 要是再陪大莲去医院的话 我指定不再瞒着你了 行吗 行了 你一个大男人 陪着一个孕妇去医院 不方便啊 以后啊 有什么事啊 就让大莲跟我说 我陪他去医院 这 真的吗 萌萌 这真是太好了 有你照顾大莲 我肯定放心 你们 都怀着孕呢 你也知道 怎么照顾的都是 行啊 我这 能照顾大莲啊 我这怀孕啊 没他时间长 以后啊 就让他来咱家吧 我来照顾他 行 那 那现在 咱们先跟你回家吧 走吧